如果说你的嘴唇跟红糖一样 是属于比较薄一点点的女生 一定在化妆之前要用唇线笔 那唇线笔在挑选的时候 我会建议尽量找比你的唇色 稍微再淡一点点 先把两个唇绷中间 连起来 然后仔细看我只有画中央 对耶 你一直在涂那里 两唇 唇的两侧我不动 一定要记得 石原聪梅她的唇不是整个很大 而是中央唯独 好 我先用比较红润的唇线 往上化 再用裸唇往外推 上唇中央就烹饪起来了 然后接下来微微向上 正中央下方 红润的颜色 打个底 然后再用裸色的把它推开 然后接着拿一些遮瑕膏 好麻烦 把下唇的两侧修掉 遮瑕啊 这下唇膏或粉底 带一点点莓果色的口红 一定要水润 这里面比较红这样要 就是从中央往外薄薄推开 然后最后比较肤色的唇蜜 放在唇中央的上缘 唇中央的下缘 然后唇蜜的部分 浅色的唇蜜它会有蓬润 反光的效果 我再利用浅色的唇蜜 加强我的唇的中央 将唇蜂连接起来 画出蝴蝶唇心 再涂上水润型口红 整个唇变得好蓬润 完全就是十元聪美的翻版嘛